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知的职场观察类真人秀 令人心动的offer第三季 熟水好吸收 本节目由135度超高温煮沸的康师傅和开水 独家冠名播出 这季全面回归我们的主题是医生季 我们的主题变了 加油团也发生了变化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季的加油团成员 先来我们认识一下健康健身两手抓的胡海拳 谢谢大家 健康健身两手抓吗 我主要是养生为主 你为什么来这个节目 因为我是自己有做公司和管理 95后的员工对我来讲是最难的一个客厅 为什么 95后的一代人他们特别有自己的主张 80后要离职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交接和汇报 95后就是给你发个微信 我明天不来了 所以我很好奇在这里面会发生什么 然后我从中续绝经验 接下来我们欢迎唯一一个参加过前面两届周深 我只参加了上一期 对对对老师好老师好我是第二季周深老师我们都靠你了 各个领域你们都是我的前队我来学习我继续学习 你是有学医的背景的吧 学过但也不是完全的学 就是就学了一年对然后就没学了然后后面就学了我们都是没学的你还学了一年但我觉得我跟我们没学的差不多 你好像也是跟他有点像也是有学医的 然后也会结合我自己以前的一些经历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医学生尤其是医学这个行业它需要有什么样的问题和困难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号称采访界的CTG伊丽静老师 为什么不是核磁公正呢 采访界的核磁公正 你为什么来这个节目 我之前是做社会新闻记者的然后也一直在关注这个医疗题材的东西我就特别想通过这个节目对从业者多一个了解再有一个能够让大众对这个群体有多一些了解 我觉得多一些了解的话就多一些理解吧 终于介绍到我们陶勇主任了朝阳医院的眼科主任陶勇老师 能来到这个节目的原因是 offer呢是一个年轻人特别爱看的节目 所以我也特别想通过这个节目让咱们的大众也包括这些年轻人去更多的了解医学 那在他们的这个职业选择排行榜里面可以让医学的这个概率可以增加哪怕一点点 在我的右手边还有一位大家非常喜欢的朋友 垂液 提前大脑 谢一静老师 加油垂液看你了 本季节目是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配合 并且在医院的指导下严格遵属防疫和愿感各项规定下进行拍摄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去看一看医学生面试的情况以及第一天他们遇到的故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简称浙大二院创建于1869年 是浙江省西医发源地全国首批三级甲等医院 众多海外医师首选的中国培训基地之一 有一句话是当医生只要你自己学好本事 不管哪个朝代都是需要的 其实医生是一个群体 医生这个职业是没有下班跟上班的区别的 如果你要拿一句话来形容叫做没有最忙只有更忙 做医生是人跟大自然做斗争的一个职业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去跟大自然进行有技巧的交流 挽救病人的生命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这东西记不太出 这东西记不太出 您好 我是来参加面试的 高尚的座位 高尚的座位 这个形容词 他这个名字起得好 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哈哈哈 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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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学生吗 对对对对对 他桌上有名字 哦好 谢谢 高尚是吗 我叫李不言 李不言 你好 你好 你是哪个科的呀 我系内科 系内科是吧 你呢 我神经外科 神经外 对对对 这你太远了 他们家聊天也 比我们俩都远 你不言 我不能语 哇 这个真的很尴尬 操作有我 你从哪个城市过来的 长沙 湖南长沙 长沙 医生 哪里的 我从辽宁 啊 辽宁 一个东北口音 一个湖南口音 各自带着自己的户口本 出来说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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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贵姓汪 汪伟航 你好 你好 哈哈 哈哈 我们两个是一个学校的 啊 乡亚一些 好巧啊你们 这桌上有姓名 我看一下 哦 我看到我的名字了 神经吗 神经 神经 三个神经外科 三个神经外科 您是内科的是吧 对 我是内科 我是来自湖南长沙 我来自辽宁 我来自辽宁 是谁啊 您是哪个学校 我是沈阳医学院的 沈阳医学院的啊 你名里代行啊 对 是的 因为我自己是杭州人 哦 听说是要有笔试吗 对啊 今天就 你看笔都摆好了 都坐到了 不然呢 都坐下了 那都是啥面试 听力 现在不是流行废话文学吗 上一次听到这个话 还是上一次 那笔试咱们考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好像应该不是吧 我觉得 因为外科不是很会啊 没关系 那科都是学霸 对啊 我还想 你们现在的太难搞了 又聊不下去了 三个人的笑得好尴尬